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这二十多年来 我学习道医中医的原因和故事 二十二年前 也就是一九九六年 当我亲眼目睹自己两岁半的女儿被荣医所悟 导致病情加重 那个时候 我就问自己 我是否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也交给别人来管理呢? 其实那个时候 年轻的我早已有了答案 就是不 但是 又如何找到方法方式呢? 但是 带着这个问题 我开始不断地 苦苦地寻找答案 直到有一天 我在书店浏览群述的时候 看到一千七百多年前 医圣章重景 所著的《伤痕杂病论》 开篇所言 这样一句话 怪 当今居士之事 惩不留神医药 今就方数 上已了君亲之急 下已就贫贱之恶 终于保身长全 遗养其身 但是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知道 我终于找到了 可以管理我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方便之门 那就是中医中药 从此 我就走上了 学习中医中药的方便之门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尤其是我进入了道门之后 我不断的品尝到学习中医的好处和利益 也就是利己利他 防患于未来 同时 由于修道的原因 我也发现 完善的生命 除了健康的身体之外 修心养性同样重要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身 心 健康的原因 有学生问我 师傅 学习中医是不是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我的答案是 古 古文有言 穷文富武 读经典只要一本 你就可以开悟得到 他不像学习武功一样 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持你 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持之以恒 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指点你 开悟你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管理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中医师 中医 传统的中医 尤其是道医 有很多非常特殊的方法和药方 在普龙大众的眼里 由于这些特殊的方法 密不外传 所以往往会使大众产生一种误解 认为中医 道医 是神通 是巫术 其实不然 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 当我进入道门之后 有一天 我和全真联龙的师父 我的师父 谈论起万物有灵的时候 师父跟我说起一件 他年轻时跟着师公修道修医的一个故事 那是在临下银川龙门洞 也就是我们全真龙门持祖 秋祖基修炼的地方 当时师父还是很年轻 跟着师公学习 在道观里面修行 有一天 师公带着师父去到山岩里的一片 埃草地 吩咐他用垂身鞋带的红线 用红线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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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埃草 用红线绑起 然后就离开了 因为当时是下午 因为当时是下午 那师父也不知道 师公为什么这么做 而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早上 太阳 第一线 光线 还没出来的时候 师公 就带着师父 来到了昨天 绑好埃草的地方 然后让他 拿起了那条红线 吩咐他 用一扯 把绑着的埃草 扯断 然后 收集 打包 拿回 倒灌 做药 当时师父 就很疑惑了 就问 为什么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不把这些埃草割了 带回去了 那师公就跟他说了 他说 你要知道 我们道教认为 万物都有灵 同样 埃草也有灵性 如果下午的时候 就如同人一样 他的精力 开始 他的阳气流 强 变弱了 这个时候 他的能量是最弱的 你如果采集了 那耀性就不怎么好 那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 而当 依阳出动的之时 那个时候 埃草是最 充满能量的时候 耀性最强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我们采集 那耀性是最好的 那师父跟我说起这件事 令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2008年 我在新西兰参访的时候 新西兰的外国朋友就带我 四处去参观 那开车的时候就经过一座 非常漂亮的山丘 上面有很多的牛羊 那个外国朋友就问我 他说 西佛里 你知道那个山上是有什么用的 我说 哎呀好漂亮的农场 他笑了笑跟我说 那个地方 是当 牛羊准备 所以 屠宰前 为了保证他的 肉 的质量 然后 所有的牛羊都会送到那个地方 让他好好的 愉快的生活 然后 不知不觉之中 再把它屠宰 这样子的话 肉 是最好的 品质最好的 我想 这个道理 跟 采埃草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 佛道两家修行之人说 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行为 那说到 这些神奇的故事 我想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那就是九十年代 在河北 行堂 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大夫 黄大夫 他的医术 在当地非常的 表得 而且非常的神奇 其中有一样就是 就像 算命先生一样 他可以通过观察 死者的坟 而知道 这个往生的人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老还是少 是病死的 还是意外死的 还是正常死的 那当时北京有一个中医学者 听闻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人 于是他就 前往 河北去拜访 由于 黄大夫的子女 没有一个人愿意 继承他的医学 后继无人 无可奈何之下 当黄大夫见到这北京来的 胡先生的时候 他也 将自己 医学中的奥秘 讲给了胡先生听 那原来啊 我们 中华文化有这种说法 万物有灵 对不对 刚刚说的万物有灵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气场 不同的气场 会影响 周围的环境 和事物 正因为 有不同的气场 那 往生的人 有不同的 气场 当他往生之后 埋在地下 就会 影响 他附近的植物 的生长 因此 这黄大夫的 主上啊 通过观察这些 细微的变化 从而得出了一些 结论 经验结论出来 通过观察 坟上面的草 得出 里面 不同气场 的人 是属蓝的 还是铝的 属老的 属少的 因为不同的气场 因为不同的气场 会有不同的草的生长 那一般人不知道呢 就认为这是一个神通 其实不是神通的 而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关于黄大夫 有一天 有个患者 前来 黄大夫的乘手 看病 黄大夫 经过妄文论切 试诊之后 都发现不了 这个病人有什么病 于是 无可奈何之下 他就拿出了 几个铜钱 就用 算挂的方法 摇了一挂 摇了之后 他就问他 问了患者 请问 你是不是 刚刚 建了新房啊 那患者非常奇怪 他说 是啊 我一年前 刚刚建好一间 新房 但是有一面墙 一直都不干 我用大火烤 也都不干 他说 你怎么知道呢 那黄大夫就笑了笑 行了 我知道你的病因了 你也不用吃药 你回去 拉着蜡烛 点到他 然后围着那面墙 瞬时针走多少圈 逆时针走多少圈 逆时针走多少圈 走完之后 你的病就会好了 那 那个患者就半信半疑 但由于黄大夫也非常 著名 非常出名 很多人都知道他有神通 即使是半信半疑 那患者也就回家 按照黄大夫的吩咐做了 那果然 第二天 病人的病就好了 那 这件事啊 就传遍了整个当地 那黄大夫 各个都说 黄大夫神奇啊 有神通啊 那黄大夫对北京来的 胡先生说 其实不是了 他说我是用易经的方法 跟他算了一挂 挂中显示 他命中 湿气很重 那他家里面变强呢 老是又不干 外面的湿气跟他体内的湿气 同气相求 那就会引发他的病因 而他用大火去烤那边墙 就如同我们 这是我自说啊 烤牛排 大火烤 外面熟 里面深 始终不干 所以病 住在那里 病永远在那里 而他用文火烤 这相对于我们包药一样 用文火烤 文火能够进入到墙内 慢慢把里面也烘干了 当墙干了之后 那就没有诱发之因 所以患者的病 也好了 那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种神奇神通 然后不懂的人就把他吹得 田花乱坠了 对不对? 其实不然 所以中医呢 你仔细 深入的了解 其实中医是很科学的 很科学的经验学 通过无数次的经验 试验得出的结果 就是这样 并不是说吃了一个两个 就这个经验出来 不是的 是经过很多代人的经验 所以总结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 经验学 因为 从古到今 物质变了 但是人 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这些经验 从几千年到现在 还是实用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大家了解了 也就知道中医是什么 那今天 我要讲的 是 以此来抛筋引玉 把大家引入 对中医的学习的一些兴趣 下节课我将 开始讲 如何 去自我诊断 或者诊断他人 的方法 这些方法 是我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 学习 所得出来的经验 非常宝贵 我希望 我所分享的这些方法 能够 带给大家 一些 好处 也可以使大家 能够成为管理 自己生命和健康的 一种手段 同时 我也希望 有缘分的朋友 在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如果你是 自身 有不同的 语言能力的 您可以 赏识 将我的视频 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让更多的人 受益 这是我 最大的心愿 谢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 订阅一下 我的视频 同时 也 希望 大家能够将我的视频 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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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